罐頭 罐頭是家家戶戶都會必備的東西 我們通常啊 都會在吃白飯的時候呢 配上一罐自己買罐頭 像是什麼 茄汁青魚之類的 但是 你有沒有想過 罐頭有可能做成主食呢 對沒有錯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幫大家開箱 我在全聯發現的幾款主食類的罐頭 也有配菜的部分啦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系列的部分 好 那我就請我的那個罐頭們進場 欸這個只是用名車都拿的袋子裝啦 因為我想說可愛可愛的就拿來裝一下 好 我來看看啊 首先 我第一款呢 要介紹的是 傑克 愛滋味 沒有想到吧 愛滋味的罐頭居然出了 這個呢 就是我說的所謂的主食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知道 Dangabigo就是那種小吃店自己會做到那樣用 碗裝的有沒有 然後這樣一個小小的 嘿 然後這個呢 愛滋味它出了罐頭 而且我記得愛滋味有說它這個是他們 算是全台第一個出的Dangabigo罐頭部分 那我們就是要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這個到底有沒有很歡迎Dangabigo吧 另外跟大家額外揭曉一下愛滋味它有多厲害呢 今天我們介紹的所有的罐頭被別 全都是五瓶素 而且今天介紹的這些全部品項全連買 只要58元 其實我覺得這樣一罐58元是滿便宜的啦 一開罐的部分 就連開起來都非常 哎呀 這個真的很Dangabigo 嗯 完了 我現在第一個想法是我要等一下倒出來給大家看 由於剛剛發生了超級無極嚴重的事故 沒有想到 它真的是整個黏在那個罐子上面 然後那麼難用下來 我本來想要弄一個很漂亮的李高罐給大家看 結果失敗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第二罐Dangabigo 好 再來試一次 這一次我用素加的應該就比較不會太差了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挖出來了齁 我們現在仔細一看喔 它跟Dangabigo比較 就是一般我們一般常吃那種Dangabigo 比較重要的點是它 它有加超米在裡面 一般我們都知道Dangabigo就是用 長糯米所做的嘛 那它這邊除了用長糯米之外呢 它還有加一點超米去增加它的風味口感 欸其實講認真的耶 以這樣子來看它的CP值滿高的 其實它光用料就跟我們一般常吃那個Dangabigo的用料 就真的不太一樣 你想想看 你在外面的小吃店你的米糕 有可能裡面有超米跟藝人嗎 好 來試試看吧 其實長文就很好吃了 它還滿還原Dangabigo的味道 可是口感因為它有加超米跟藝人 所以它 嚼起來相對的比較不會那麼的 勾勾 就是有一些米糕它吃下去的時候就是很暖落 可是這個相對的就很有口感 因為藝人吧 它有這種是小藝人比較有氧的 你這個破耶 而且重點是這個是五金具 我覺得這個是蠻厲害的一個點 艾滋為什麼時候 那麼厲害喔 我怎麼都不知道 我這一口跟我嚇到 這個還不錯 如果當黃菜食品的話 因為它有效期大家應該都有 有超過將近兩年 因為它可以不加熱打開就可以吃 然後也不用加水什麼的 然後主要它也不用加熱 打開就可以吃了 不只當黃菜食品啦 就是你一個人在家 想吃的時候 也可以去買一罐來吃 很飽欸 一個人這樣吃一罐感到很飽 對啊 欸你看其實這樣飯量很多欸 就算說是250公克其實也很飽 這個應該有比外面賣的還要更大了吧 而且這樣子要58欸 我說那個小小的還要50塊 對不對 這麼CP值那麼高 那我接下來要介紹它另外一款 罐頭主食啦 再來呢 第二罐就是這個 蛋糕碗粿 想不到吧 記看看它的蛋糕碧粿 它現在出了碗粿 老實說 我覺得艾滋真的可以做那個 古早味小吃系列罐頭 有沒有 那我就一樣來開槍給大家看看吧 它一樣也是這樣子一開罐的部分 然後一樣也是你想加熱就加熱 或是你想跟我們一樣這樣長度吃也可以 好啦大家看到啦 這個就是我把它挖粿挖出來的樣子 老實說呢真的是慘不忍睹 好也不把它切個十字你真的是挖不住了 我們來吃一下看看吧 我話來說是蠻還原挖粿的啦 就是挖粿裡面會有一些料啊肉的部分 然後醬料的部分 好我們來吃吃看吧 其實光用紋的齁就有一點 我以為辣的那種味道 有啊它有辣 它比甜辣醬還辣 老實說啊 它跟我們在吃那種現場 小吃店做的碗粿那個口感有落差 我覺得它吃起來不大像是那種碗粿 那種小吃店的碗粿 它口感有一點像那個 芋頭糕的那種 它是芋頭糕的那種口感 它不是那種 爽和那種QQ的感覺 對 因為碗粿會比較軟Q 它比較紮實 所以比較吃起來也有一點那個芋頭的感覺 那種 芋頭的味道 就是真的跟我們吃的那種 常吃的那種軟糯一點的 碗粿的那種口感差很多 嗯 如果以 料 然後醬 醬 醬的部分比較像是 愛滋味他們自己特調的啦 那 以 還原程度來說很像 可是如果你是 想要追求還原口感的話 那就不推薦 因為口感真的不太像碗粿 跟你講是 是真的不差啊 就只是 就只是如果你是衝著 哇 它是碗粿 然後衝去吃的話 你可能會死亡 就是以 你想像的那個碗粿口感 那假設 撇除掉之後你不是為了挖粿口感 你是跟我們一樣想要常見看看 或是說想要被關家裡吃的話 那我就是肯定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我們配料的部分啦 那再來呢 是我們要介紹配菜的部分啦 首先是這個 Coco一番烏跟艾滋味聯名的 咖哩豆腐 想到吧 它居然是跟日本的那個Coco一番烏合作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蠻厲害的部分 它的豆腐跟我想像中的好不太一樣 這是豆腐嗎 欸這個 這個感覺讓我覺得很像那個耶 蒸蛋 你們有吃過嗎 我們就來繼續吃吧 這個豆腐咖哩的部分 你看什麼 它的味道真的很發音咖哩耶 很咖哩耶 真的很咖哩耶 真的很咖哩耶 雖然我沒有吃過Coco一番烏的咖哩 嗯 下次或許可以開箱看看他們家的咖哩 可是這個味道就真的是我們認知中的那個咖哩味道 還不錯耶 這很下飯耶 這咖哩不錯好吃 嗯 而且它不會很辣耶 它的辣味在好 雖然說那個豆腐一開始讓我覺得有點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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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口感吃起來我覺得不錯啊 但我覺得它其實配上飯之後其實不用特別去吃它豆腐本體的樣子 因為它加麵其實就蠻大的 嗯 我覺得可以 它其實沒有這麼美觀的一點 我覺得物操作者 這個一罐可能以它的這種配菜的樣子的話 我覺得應該可以兩個人吃吧 一個人可能男生一個人啊 對女生 女生的話可能淋在飯上面可能兩人份應該可以 對因為它這樣其實不要小看它這樣一罐 已經是幾乎是半個部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以份量來講挺夠 而且 味道也不差 很還原咖哩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CP值很高 因為一罐只要58元 那剛好如果就是想要買點配菜的話 不一定說一定要像以前一樣買那個茄子青雲 這個咖哩豆腐可以買回去考慮一下 那我們再來就介紹下一款豆腐啦 那再來呢就是艾追他們出的韓泡豆腐堡 我覺得有建議我們剛剛上面開箱的部分啊 這個應該也是一樣的狀況啦 就是我要把它切碎然後挖滾 那就是來看它到底有沒有很關於所謂的韓式的部分啊 哈哈哈哈 真的是非常的生氣熱 嗯 嗯 現在開起來都是 都是那怎樣 我先把它講完好 嗯 嗯 嗯 其實 就是辣度可能跟剛剛的咖哩好吃 差不多耶 為什麼會很辣去廣東裡面 沒有很辣 但辣比較像是體味的肉質 嗯 而且它隱隱約約有一種那種泡菜的味道有沒有 不過感覺起來真的是有比剛剛咖哩還要再鹹一點 那還蠻好吃的耶 它沒有我想像這種辣 我覺得它跟咖哩比起來 它怎麼辣 最後我目前吃下來我覺得剛剛咖哩那個還感覺到有點辣味 可是這個就比較沒什麼辣味耶 而且它的這個一罐的量啊也是跟剛剛咖哩豆腐一樣 欸這個不錯耶我目前吃下來我覺得還行耶 我本來還以為會很很辣啊 或是很不還原怎麼樣的 其實味道上都還蠻有做到味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箱最後一個麻婆豆腐啦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最後一個麻婆豆腐啦 我要把這個袋子收下去啊 沒它的氣氛了 因為都拿完了 沒了沒了 這是最後一罐 麻婆豆腐 聽說它這個麻婆豆腐呢 就是因為他們之前艾滋味其實也有出過一款類似的東西 然後就是再重新做一版出來 這一版 這一版是新版的部分 那老實說我沒有吃過原本的那個艾滋味的麻婆豆腐 所以就如果有觀眾朋友們 你們有吃過前一款的艾滋味的麻婆豆腐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一下 就是我們預想中好像會很辣 然後目前我們這樣子吃下來一系列 還好 還好沒有很辣 所以會不會是我擔心太多人 這個麻婆豆腐其實也不辣 那我真的很香麻婆豆腐蝦 這個花椒香很重 它真的是那個花椒的那個辣 這個說實在是三款裡面真的是比最辣的那個 它花椒香味有做出來耶 好厲害啊 把它放在最後一個開箱堆 有點辣 那它這一款呢 它就是用主打是花椒 一打開來就是花椒的香氣 它花椒的香氣真的香氣十足 而且連吃進去的味道也是那種花椒香然後這樣再進去 然後再慢慢慢慢那個辣是慢慢累積起來的辣 所以吃到後面就有點 好像在流汗 哈哈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要進入總結論的部分啦 那這一次呢我們就要來做個結論啦 那基本上來說呢因為它是一系列的部分 所以呢我不會去一定非得跟你推說 哪個最值得買哪個最不值得買 因為我覺得在我的心目中它們真的是奇高的部分 那所以其實每一款這五款其實都推薦大家去買買看 就是如果你對像是傳統古早味小吃有興趣 或是說你對它們除了這三款配料有興趣 那我也推薦你去買 畢竟一罐才58元啦我講認真的 還蠻便宜的而且份量也很足夠 那這五款就是都推薦各位 那如果你們本來就有在買這些回家在吃的觀眾朋友們 也可以歡迎下面留言一下你們的心得想法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喜歡的話呢請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有開啟下面的小鈴鐺 那我們在雙桌五的晚上七點都會指在上面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要出來 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已經毀了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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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反倒宿 啊